让我们掌声欢迎 岳云鹏先生 和和久先生 掌声有点 有没有人想学相上真的 哎我师兄都是谁啊 这正快就认了 一点点教你啊 啊 敢问您贵姓啊 你说什么不敢见姓和啊 谐音梗 玩的都是谐音梗 对 嗯 你那有个柜子 我这有个腱子 你那有腱子肉 我这有羊田 嗯 所以我们推一杯换掌喝一杯 大感谢前面就这么一段 明白了 明白了 好精彩啊 我觉得您学的快 感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谢谢 不继续 对不起啊 谢谢 谢谢今天在座的七八位观众 今天观众长得好看 对 而且那个主要的评委有三位 是吧 当时叱咤风云的一位人物 为什么是当时呢 现在也不错 现在也很红 很火 还有张上红老师 嗯 主持界的一哥 一个不错的主持人 是是是 还有这位 哇 这个很精彩 他叫什么了呢 他 你 你不认识他 无所谓了 无所谓 有所谓 有所谓吗 我们要争取每一酥 我们说有奶 有奶对对对 这位评委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得到他手中的两个特论酸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有品味 有品味 有品味 你看他穿着颜色的衣服 有品味 何老师 咱们两个是一捧一斗 对 目前 目前来说 您说的话比我还多 还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应该站这边 这边 回来了 回来了 来吧 好嘞 我们正式开始演出 好 来 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月云鹏 相声界的一位小学生 今天 这位是我的新搭档 敢问您贵姓来着 不敢 贱姓何 不敢贱姓何的 甭问呢 欠人钱 这叫欠账还钱 天经地义 是不是 不可是不是 不敢贱姓何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刚刚不是说贵姓吗 你有个贵子 我就有个贱子 你那儿有个贱子 我这儿有个羊蹄 我不是贱子 你也没有羊蹄 我的意思说 你说了一个贵子 我就说个贱子 因为你那个贵子 我不敢当 您不敢当我这贵子 不敢当这贵子 不敢当我这贵子 那您扛我的箱子呀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我姓何 姓何 我姓何 那您是历早和 还是工厂和呀 历早 那是张 工厂也是张 您是哪个张啊 我是工厂长 不是我姓何 张老师 不是我姓何 学友是不是您 不是 不是不是 我张绍刚的我还 不是 我是人可何 姓何 姓何对 姓何 姓何大概是个外姓 怎么是外姓呢 百家姓没有啊 我小过也百家姓 百家姓怎么能没何呢 你小过啥呀你 你背啊你背 赵前孙何 赵前孙礼 周吴正和 周吴正王 风尘楚河 我说你往下你往下 江省寒和 这没有啊 不是不是 啊 何吕逝章 这么说您就是 何吕逝章先生 什么呀 我还一阳千玺呢 还四个字 不是 这是百家姓 百家姓这么多姓 你为什么姓何呢 这事不怨我呀 我姓何 我爸姓何呀 别闹了 别闹了 怎么闹了 这不合理啊 怎么不合理 我姓 你爸随你姓 什么我爸 请问 我爸姓何 我才姓何 这个叫做 子随父姓 高增祖遗留 我明白了 子随父姓 高增祖遗留 对啊 高增祖遗留 高增祖遗留 你应该姓高啊 高增祖遗留 我凭什么姓高啊 高增祖遗留 我应该姓刘啊 高增 不对不对 我姓何 我姓何 德华老师 我叫什么德华呀 我 我 不是 我叫 敏涛敏涛 刘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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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热搜了 红色高光鞋 不是不是 我姓何 姓何 懂了吧 就姓何了 就姓何了 不改了 不改了 这么说您是何老师 不不改不改 您老师您老师 何先生 您先生您先生 何先生贵姓 我姓张 卡掉 谢谢大家 我 听过来 非常非常� Benny 我 Tech